目前中共的中央政府实在是太穷了 但是根据现在体制 他已经把各地方地方政府的税收 和很多的收入都拿过来了 但是拿过来以后呢 他又需要地方政府帮他干活 可是又没有钱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还背着很多税 所以地方政府只能自己去找食吃 那地方政府就开始主动的 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但只要坑害的对象不是体制内的 这种事都没有人管 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现在乱到什么程度 一定要提醒 给国内的朋友提个醒 就是现在国内玩了很多新的玩法 很多新的玩法 比如说远洋捕捞以外有很多的玩法 如果你在国内 有任何人跟你做生意的往来 收钱的这种生意 你东西给他 你收他的钱 一定记住了 不管是当面远程交易 货款两清或者服务资金两清的服务 都要选择 必须认定付给你钱的 一定是对方本人或对方的公司 只有他个人或公司的账面 而且有明确的合同 哪怕是口头的支付 只要钱多 一定要做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体制内的朋友跟我讲 目前在中国国内爆发最快的 甚至有政府背景的 是一种全新的诈骗案 我不知道你没意见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们自己能不能躲得过去 他来买茅台酒 他来买黄金 预期去办不记名的会员卡 买那种有额度的购物卡等等 然后找你出手阔挫 跑到一个超市 一次性就买20万的烟 20万块钱的烟 就举个例 跟你确定了20万没问题 打一个电话 说让财务给你付费 等你确认收到钱了 20万你收了款了 东西他拿走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关键点 最多24小时 你收款的账户就会被公安冻结 因为进到账户的资金 是违法犯罪资金 因为现在国内很多朋友生活比较困难 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 就这些资金都不是合法资金 进到你的账户上 那你的账户就有问题了 就有问题了 至于这些资金怎么来的 咱们也都知道各种各样途径 但是就唯一确定一个不是合法的 甚至于是地方政府 某些官员或某些人的钱 对 这些账户的资金 如果在账上 中国现有的政府体系是能控制的 但是一旦这些钱变成了东西 烟酒糖茶黄金 明表购物卡 储置卡等等 变完了 钱到谁的账上了 东西拿走了 这东西就没办法控制了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迅速的被转手低价卖掉 对吧 购物卡卖了 表卖了 对吧 酒卖了 烟卖了 迅速的低价卖掉 钱就洗白了 对 那如果你是 做的那一方 那你就惨了 结果你东西给人家了 收了钱了 但是钱被银行给冻结了 而且冻结的往往还不一定只有你的钱 甚至于你原来自己账户中自己的钱也跟着被冻结了 在官司没有结束之前 就是你基本上是拿不回这个钱的 很多时候现在面临到钓鱼执法的时候 给你个帮信罪 不知道什么叫帮信罪 回去网上查一下 你这个钱自己的钱也拿不回来了 所以大家想想我讲这个东西 就是你东西卖给别人 哎呀特别好 今天来我这买了十瓶酒 买了二十个烟 我跟大家说 这一定是有大问题的 而且这种问题 但凡形成各种口袋型的罪 像这种帮信罪 这个一旦形成 那你未来的命运很惨 根据中共自己的官方数据 2024年仅第一季度 中共的检察机关 对于公安抓捕的 25.22万名犯罪嫌疑人中 就把16.8万人批准了逮捕 批捕率为67% 将近70% 而去年同期的批捕率 只有51.5% 去年50%到今天70% 而同样第一季度 检察机关对被逮捕的人 进行起诉的人数是34.7万人 起诉率81% 而去年70% 大家就明白了 如果去年抓的人 能批准逮捕的少 而逮捕起诉也少 今年全都特别高 所以只要有一个罪 把你一放 搁在那了 你进去了 你在那喊冤 说是他把我的烟拿走了 钱给我 但是只要帮信罪给你安上 你解释不清楚 你进去了 你自己所有的钱也就都 没了 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啊 现在对于中共来说 抓的人拘留的起诉 判刑的比例都是最二三十年里 这二三十年里最高的 沾上了这些赃款 就数不清的麻烦 所以和大家提醒 不管任何情况 只要做交易 卖东西 卖十块二十块 无所谓 但是上万块钱 这个东西 一定要对方 你看着他 从他自己名下的账户上 他的手机 他的微信 他的名字 给你转 支付宝给你转 明白了 或者说现金 别接受第三方 任何账户的资金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那些钱是从哪来的 这里面有一大部分是什么 是有关部门的钓鱼行为 这个做的方式 思路跟远程捕捞 是一样一曲同工的 远程捕捞呢 他挣的钱多 几亿几十亿 收现金没事 收现金他的钱 因为他比如说 他不管是这个这个灰产 给他诈骗来的钱 咱们举个例 他诈骗来的钱 他要能提了线 他就不给你了 他诈骗来的钱 让对方打入到哪个账户 他就给的是你的账户 他为什么买你24万的烟 是因为他炸了人家24万 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他炸了人家24万 所以他让24万 打到你的账户上 你收的钱就是诈骗的钱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钱 提现出来 他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明白了吧 我举的例 大家应该明白了 所以 这个时候就OK了 还有一些这样的钓鱼制法 是地方政府干的 用他们能控制的 比如说这是个赃款 他已经知道这个赃款 他也能控制 但是赃款 他打官司没收 这个对于他收的东西很少 但是在他们控制下这个赃款变成了东西东西卖掉出售了进入到他们的小金库 那他们的所得就很多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就跟远洋捕捞一样了 都是政府中共的各地方政府来做的事情为了满足自己的小金库 那上面的人知道不知道中共的高层知不知道很清楚 就是远洋捕捞你们也看现在国内到处都在讨论远洋捕捞 因为它的影响比我说这个事大 可我说这个普及性会更高 涉及到大家的人会更多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么多远洋捕捞反应或者这种事 中央的上层有没有出文件 有没有部门说我要严格的开始管理 你一定会很奇怪 为什么在国内这事吵得这么热闹 省级内参揭示的这么多 其结果呢 结果就是没人管 到处都在说 就是因为管不了 没法管 这已经是很多地方政府谋生的重要手段了 目前中共的中央政府实在是太穷了 但是根据现在体制 它已经把各地方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很多的收入都拿过来了 但是拿过来以后呢 它又需要地方政府帮它干活 可是又没有钱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还背着很多税 所以地方政府只能自己去找食吃 那地方政府就开始主动的 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但只要坑害的对象不是体制内的 这种事都没有人管 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现在乱到什么程度一定要提醒 然后这次呢 也是广东省2024年第三季度财政报告公开的一个资料 大家能够看到第三部分写的相关内容 什么东西 叫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广东省的资金 也就是广东需要钱 这部分钱要转移支付我要发工资 那这个钱是中央政府给的 为按照规定时间划播的最长延迟时间达到193天 也就是中央政府答应给广东省的钱 没有 广东省报了说我付不起工资 中央给最长延迟193天 而省一级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 为按规定时间给下级的最长的延迟时间 一般转移支付是314天 专项转移支付是286天 这还是在广东省发生的事 这是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 地方政府搞钱是比较容易的 那大家想到内地大量经济不发达的地方 会是什么样情况 就这种延迟支付划播资金的时间 跟广东省相比应该就算是天文数字了 但是因为现在除了广东省 其他任何地方的政府采用报告都没有相关的内容 所以就没有办法找到比较 但是我们知道广东省这个时间 314天跟286天 一般的划播就是给工资什么之类的 专项的就是以前欠的款 以前应该支付的上级划播让你付的 314 286 那么广东如果给的钱 最长都能到314天才给下面 答应给你一年 差不多一年才给你 也就是下属可能有部门将近一年的时间没钱发工资 要自己想办法打白条等等 但到广东这么干的时候 就是各地方就明白 有啥招数就有啥招数了 所以远洋捕捞也好 还有这种用赃钱去钓鱼也好 钓鱼执法等等 都是目前很多中共的地方政府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采用的方式 所以财不外露 在中国一定一定要穷 从账户从各方面都不要再显得自己有钱了 你的钱放在银行放在什么地方 只要被人家发现了 你又没有什么足够的背景跟靠山 这个景象是蛮危险的 好吧 景象是蛮危险的 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 感谢大家今天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 感谢大家 希望的国内的朋友睡得香 海外的朋友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又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多包容我 谢谢